好 慢慢挪進來 救難隊員將躺在單架上的勞翁 放置救生艇上 凱米颱風重壯高雄任務 養老院慘遭雨襲 這水淹高度只好超過救難隊員腳踝 換個角度看 他們是這樣涉水救災 六個人一組 還有人乾脆只顧著幫長者撐傘 這場景讓人看得鼻酸 事實上當地的住戶被水淹到非常心酸 摩托車先進家裡 仍然逃豪大雨衝擊 家裡的沙發桌櫃 全都沾滿了淋水 更別說駕駛百萬的特斯拉 瞬間乘而泡水車 眼前民眾的表情已經說明一切 現在還不敢去開它 不敢開 就乾脆水都退了之後 直接送保養廠 不只這一家受害 任務灣內的社區全部早殃 原本筆直的道路 如今成為黃沙 淤積的大赤字 在任務區可以看到呢 這個水是非常的高 包括呢這個水位已經到我的小腿肚 那麼甚至最高的地方呢 其實還淹到了膝蓋的位置 事實上不只灣內 鳳仁路是威攻的情勢 也讓在地居民完全下野 等樂街的鳳仁路上 還能看見整台車 也拋進水裡無法動彈 從明光街的至高點一看 高雄地區強勁雨勢 又遇到大漲潮 任務區三大排水系統失靈 導致全區低滑處淹水積吸 不少積水達20公分高 凱米颱風席捲南台灣 災情相當慘烈 對此為止黃小琦 淹水積雅在高雄任務中不到